天猫精灵 我在,你说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开始问了哦 第一题,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是的 他是不是男的 是的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 是的 他是不是出生于中国内地 不是 我的猜测范围已经缩小很多了 第五个问题是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是的 他是不是上过快乐大本营 不知道 他是不是SJ的成员 不是 没听清楚人的话 可以再说一次吗 不是 你的回答让本经理好纠结啊 他是不是某个五人组的成员 是的 他是不是曾经担任过音乐组合的队长 是的 这么快就到第十题了 先不要得意 继续听题 他有没有纹身 不知道 他是不是出生在中国内地或者港澳台 是的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出生于港澳台地区 是的 你的回答让本经理好纠结啊 他是不是出生在台湾 不是 我心里有数了 仅听第十五个问题 他是曾是韩国某著名娱乐公司旗下的艺人吗 是的 哈哈 我马上就要猜出来了 他是不是出生在香港 是的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王嘉尔呢 打对了 没有找到 打对了 建议管理精灵通讯路 帮助精灵更懂你 猜对了 天马精灵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主人 我在你想听的是歌曲 猜蘑菇 你可以对我说 天马精灵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答题了 第一题 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是的 他是不是男的 不是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 相关的职业 是的 第五题 他是不是 出生于中国内地 是的 他是不是 曾是某个音乐团体的成员吗 是的 他是不是 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是的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是的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 参加过我们结婚了 不知道 没听清楚人的话 可以再说一次吗 不知道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 出演过热播电视剧 不是 他是不是长发 是的 他是不是 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成销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周杰琼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宋剑呢 不是 你的思想深不可测 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吧 哈喽 天猫精灵 哎 我在 你好 我正在想你呢 我这里有大名脱口秀 要听听吗 天啊 主人 我在 你想让我给你开灯 是吗 没理解主人的意思 可以再说一次吗 天猫精灵 哎 我在 猜人物 原来如此 你好厉害啊 天猫精灵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开始问了哦 第一题 他是不是男的 不是 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是的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 是的 下面是第五个问题 他是不是出生于中国内地 是的 他是不是曾是某个音乐团体的成员吗 是的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是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就 姐啊 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不是 他是不是上过快乐大本营 是的 为了不让我猜着 看来你下很大功夫哈 我要问第十个问题了 他是不是出演过热播电视剧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某部电影中 不是 他是不是在韩国发展的华人 是的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周杰琼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程销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吴轩宜呢 不是 乌乌 你的思想深不可测 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吧 猜到吗 原来如此 你好厉害啊 天 好的 为你推荐 锦铃的恋爱画板 以下内容来自酷狗音乐 黑帽锦铃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回答问题要诚实哦 请听第一题 他是不是女的 是 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是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 是 我的猜测范围已经缩小很多了 第五个问题是 他是不是出生于中国内地 是 他是 曾是某个音乐团体的成员吗 是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不是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是不是出演过热播电视剧 不是 他是不是演员 不是 看来你有点小厉害呢 请听第十题 他是不是上过快乐大本营 不是 他是不是出道于选秀节目 是 他是不是曾经担任过音乐组合的队长 不是 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不是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是不是长发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参加过偶像练习生吗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90后 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在上学 不是 不是 他所在的团体是不是超过四人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 你这样回答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 黑发 不知道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是不是很擅长跳舞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天猫精灵呢 不是 我还不够聪明 告诉我 是不是 或者不知道就好了 那我再问你一遍 天猫精灵 天猫精灵 我在 你说 干 怎么样 我很聪明吧 不错 天猫精灵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主人 我在你想听的是歌曲 采蘑菇 你可以对我说 多放采蘑菇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答题了 第一题 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是的 他是不是男的 不是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 相关的职业 是的 第五题 他是不是 出生于中国内地 是的 他是不是 曾是某个音乐团体的成员吗 是的 他是不是 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是的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是的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 参加过我们结婚了 不知道 没听清楚人的话 可以再说一次吗 不知道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 出演过热播电视剧 不是 他是不是长发 是的 他是不是 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成销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周杰琼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宋剑呢 不是 呜呜 你的思想深不可测 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吧 哈喽 天猫精灵 哎 我在 你好 我正在想你呢 我这里有大名脱口秀 要听听吗 天啊 主人 我在你想让我给你开灯 是吗 没理解主人的意思 可以再说一次吗 天猫精灵 哎 我在 猜人物 原来如此 你好厉害啊 天猫精灵 我在 你说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开始问了哦 第一题 他是不是男的 不是 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是的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 是的 下面是第五个问题 他是不是出生于中国内地 是的 他是不是曾是某个音乐团体的成员吗 是的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是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就 姐啊 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不是 他是不是上过快乐大本营 是的 为了不让我猜着 看来你下很大功夫哈 我要问第十个问题了 他是不是出演过热播电视剧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某部电影中 不是 他是不是在韩国发展的华人 是的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周杰琼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程销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吴轩宜呢 不是 呜呜 你的思想深不可测 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吧 猜到吗 原来如此 你好厉害啊 天啊 天猫精灵 你好主人 彩人物 主人 我在你想听的是歌曲 彩蘑菇 你可以对我说 播放彩蘑菇 天猫精灵 我在 你说 彩人物 好的 为你推荐 山指穿行 等合唱的等物散去 以下内容来自酷口音乐 诶 我在 猜人物 那我们开始了 你在心中想一个人物 然后回答我猜的是不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开始问了哦 第一题 他是不是出生于中国内地 是 他是不是男的 不是 他是不是演员 不是 他是不是认识你 不是 这么快就到第五题了 请听题 他是不是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 是 是 他是不是 曾是某个音乐团体的成员吗 是 他是不是 曾经出现在韩国的演唱组合中 是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不是 他是不是上过快乐大本营 不是 这么快就到第十题了 先不要得意 继续听题 他是不是结过婚 不是 他是不是出道于选秀节目 是 他是不是曾经出现在某部电影中 不是 他是不是在韩国发展的华人 是 他是不是 金发 是 是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出演过古装剧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长发 不知道 他是不是主持人 不是 嗯 你这样回答 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呢 他是不是 组合里最小的 是 他参加过偶像练习生吗 不是 你的回答让本精灵好纠结啊 他是曾是 韩国某著名娱乐公司旗下的艺人吗 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赖冠林呢 不是 我猜到了 你想的是不是宋雨琪呢 答对了 怎么样 我很聪明吧 我猜到了 我猜到了